你们准备好学习的吗? 欢迎来到我频道来过一起快乐学习吧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我们到底应该投资股票还是定期存款 到底哪个方法比较适合我们? 看完这个影片你就应该有答案咯 在下面开始之前 如果你想跟我来这个频道中一起成长学习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想要了解到底哪个方法比较适合你 我们就要先明白他们个别的本质了 定期存款就是你把钱放在银行里一个固定的时间 然后银行会给你一个固定的利率 而通常都是三个月到一年不等 而利率通常都是根据市场利率 而有时银行会有促销的计划 会给用户比市场高一点点的利率 来吸引你把钱放在银行 但是当那个优惠期完了 你的利率就会回到银行的board rate 也就是银行内定的利率 通常都是比你的优惠利率低 所以优惠利期过的话 你就需要去找别的计划 还有银行会跟你有一个合约时间期限 也就是说你中途是不可以把钱取出来的 不然是会被银行罚款 或者是你的利率会被扣除 根据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 目前一年的利率是在大约2% 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利率 是在逐步的下降 至于为什么利率会下降 我有时间会做一期视频来讲解哦 定期存款这个方法可以算是零利率 因为你每年都会有固定的利率进口袋 而你唯一要担心的只是 银行会不会倒闭罢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小 其实定期存款的回报率是非常直接明了 你的回报率就是你跟银行谈好的利率 至于要怎样拿到比较好的利率呢 就是你放的钱越多 时间越长 你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利率了 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2%的利率 好像很低对不对 有对比才有伤害 新加坡的利率目前是在1.3% 我相信你们也听说过 美国目前是零利率吧 而且美国总统现在还有可能 把它弄去负利率了 而由于美国的利率真的是太低 很多资金都留到债券 而截止5月15号 一年债券的利率是0.15% 是少到非常的可怜 所以马来西亚的定期存款利率 还是比其他国家来得高 所以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是值得利用这个优势的 还有我刚刚也说了 银行会有优惠的计划 目前我看到最高的利率是从BSN 它所需的瑞地存款是500令吉 而它一年的利率是在2.15% 想知道更多相信的朋友 我会把它的连接和资讯放在下面 那么投资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上市公司 会把它公司的拥有权 平分在一定数量的股票 你买股票就是买该公司的拥有权 就这么简单 但是股票市场的回报率 就非常难去一概而论 因为不同新市的股票的回报率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切确知道的是 很多公司股票和指数基金都会派股息 而如果我们把股息叫做是定期存款的利率 它们的本质不就一样了吗 其实如果你在投资股票 股息是帮你赚钱的其中一个办法 但是股价才是真正帮你制造财富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股价有涨有跌 就会很难去预测你的回报率了 我们会常认为在股市的回报率是会来得高 这个说法没有错 我们来看看标普500的历史走行图吧 不知道标普500是什么的朋友 可以看我上个影片哦 标普500在2019年的回报率是30.43% 如果跟2%的定期存款利率比 就真的不值一提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2020年的标普500走行图 由于新冠病毒的来袭股价在3月份急转之下 到了最低点也失去了34%的价值 虽然这个比例比较极端 但是也就说明了股市有涨有跌 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是就是因为你在承担一定的风险度 你的预估回报就一定会比定期存款来得高 那么想要知道哪个方法比较适合你 最直接就是明白一个道理 高风险高回报 低风险低回报 所以就去问你自己 你愿意承担多少风险来换取比较高的回报率呢 如果你不喜欢不确定性 那定期存款就比较适合你了 我最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来形容股市的本性 简单来说没有人能一直在股市里迎接 输钱是正常的 这是股市的本性 所以如果你愿意承受一些不确定性 那么投资股票适合你 我在上个影片也说了 投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对抗通货膨胀 所以当我们选择定期存款的时候 我们需对比利率和通货膨胀率 如果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 你就会有赚 而如果通货膨胀率高过利率 你放在银行的钱就会慢慢的失去价值 就像2017年的时候 当通货膨胀率是在3.87%的时候 如果你的利率是在2% 那么你放在银行的钱就在失去价值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推断通货膨胀率呢 健康的通货膨胀率是在大约2% 所以只要你的利率是2%以上 以大概率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跟这句这个图表 马来西亚2020年的预设通货膨胀率是在0.11% 所以以目前2%的利率来说 定期存款可以帮你达到保值的效果 每个投资方法都有它的优点 所以你需知道自己的风险接受程度 和你期望的回报率 当然如果你有那个能力 两个一起来是最好的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分散你的风险咯 但是不管你选择用哪个方法 我的建议是你最好用你的闲钱 不要用那些你会在短时间用到的钱 因为如果你去从定期存款里拿出来 你会被罚款或者吃掉一部分的利润 而如果你投资于股市 如果你急需套现 而股价不是在一个好的价位 你就需忍痛割爱了 好了 我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对定期存款和投资的看法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还有打开那个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